联邦司法部检获接近900万虚拟货币涉嫌和一个诈骗集团有关 集团牵涉投资和卖网络成员诈骗 又超过70人上档 无言再报道 根据联邦司法部 这把近900万的资金是和美元挂钩的虚拟货币Tether 当局追踪虚拟货币地址 发现资金和一个涉嫌诈骗集团有关 除了投资骗案外 又透过俗称杀猪盘的手法去从事网上成员骗案 有超过70人被骗 联邦司法部表示 今次行动意义重大 检获的资金扰乱了一个由全国受害人 偷取几百万的有组织诈骗集团 当局指骗徒针对一般投资者 先设立虚假的网站 假扮为有信誉的公司 然后向受害人俄称投资虚拟货币会带来回报 事实上金钱只是有去无回 当局说受害人是向FBI联邦调查局的网络罪案举报中心 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报案 调查人员之后发现 资金流经多个虚拟货币地址和几种不同的虚拟货币 透过洗黑钱掩饰犯罪证据 联邦司法部指出 植谷作为全世界虚拟货币公司的中心 当局将会继续用尽所有资源 务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就算犯罪分子和资金不在本土 当局仍然会和合作伙伴 一起将网络罪犯成之于法 26台记者无耗言报道